嗨,大家好啊 这次主题是个稍微复杂的马达驱动器 这驱动器可能来控制马达的正反转及调述 能接受大电流并可直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 今天我们要来做的桌上型小电扇就会用到这东西 先来介绍要使用的零件 马达驱动器 端子座转DC电源插头 供两个可变电阻 几条电子线 四伏马达 跟发挥使用精神 随手抓一台不要的小电风扇 首先我们先把线材接到各自的岗位 由于队友的电风扇是用DC电源插座 所以我们就拿相符的零件来示范 拿出电源线将端子座转接头的正负极 与驱动器的MOTO脚位相接 再来要接已经盖上旋钮的可变电阻 这种单程版的电阻向下两只脚可以互为正负极 中间为电压传输脚位 将两个旋钮各别接上驱动器的对应脚位 最后还有的四伏马达要接上 基本上这东西的三条线有各自固定的用途 棕色或黑色为副极 红色为正极 橘色或黄色为信号线 只要直接接到驱动器上 再套上程式码就可以开始使用 但要记得把前面的准接头敲上电光线哦 全部组装完在下回准处就完成了 下午就是本次的主题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